在台上,我们两个人是好搭档,到台下,那是好朋友。 后台,你提起,张泽燕,张老师,都伸出终止。 有伸终止的吧? 刘备,有,关羽,沙僧,三个人一头磕在地上, 保着西门庆,西天取经,这事儿《红罗梦》都有记载, 对,对,对,扑松灵大事得意之处, 你怎么没听说,你这书都看杂了,知道吗? 怎么了?一个固执串三本书,你知道吗? 这是三本吗?你认识吗? 就是,桃园结义没有杀僧。 我把这个东西干出来,你们老人才杂的好朋友。 孔云龙曾搭档过鸾云平,张九龄和郭麒麟曾是一对, 张云雷在养九郎之前也有原配, 而孟和唐的原配竟然还是一位女演员。 本期《说学逗唱》的哥哥,我就来说说德云原配的故事。 我也为您考古了一些久违了的表演画面, 一起来看看是不是也像那句歌词唱的, 情人还是老得好,搭档也是老得好呢? 孔云龙不仅跟鸾云平是最初的搭档, 两人的感情还非常好。 孔云龙因为车祸受伤, 鸾云平才开始跟现在的搭档高峰高老板合作。 三哥叫孔云龙,现在这人还活着。 我们俩啊,合作了得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其实我们俩的脾气啊,挺相投的。 三哥这人也仗义。 出过两次事儿,第一次呢,是这个齐摩托。 那时候啊,我跟鸾云平一场, 鸾云平跟师父上外地回来。 回来之后呢, 看见我这鸾云平当时那个眼泪就下来了。 因为我们俩那时候关也挺好。 是,是,啊, 那时候。 借了钱了,把他忘了。 对,不是,不是。 这个,他呢,就上我床边上来, 在床边上就喊我, 小轩,小轩,你还认识我吗? 还认识我吗? 我也迷迷腾腾, 后来我是听他们说的。 但是我说,我说鸾云平, 哎呀,鸾云平说还行,还能认识, 还认识那儿就行,没问题。 我说鸾云平, 你先上头里先等我去。 我随后我就去, 鸾云平当时吓,腿都软了, 扭头就出去了。 作为郭麒麟的捧根, 颜和祥早已经是妥妥的太子妃。 但是,在称为太子妃之前, 壮壮, 颜和祥和郭麒麟都有过各自的搭档。 颜和祥曾经跟孔云龙, 刘鹤春搭档过, 而我们的太子的捧根就更多了, 和李九春, 侯震和张九龄都搭档过。 我们三个人是皮肤瓣, 失踪点。 是,没错, 他最大, 我年龙大, 他妻子, 我最小。 虽然说他祖父侯宝林相声大师, 但是他父亲也不是干这个的, 没说过相对。 真正要说干这个的, 他三叔, 他也没得记。 什么意思您这是? 你三叔那遗产你拿上了吗? 你等会儿, 你问不, 没有你, 给您换一场, 节目是一场, 接着一场, 这场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 张九龙第一次上台演出就是跟我, 我给他捧个人, 在这个天桥德云社, 当时没好好给捧。 十年了, 你又对吗? 什么天桥? 08年的事, 十年了。 我那会来德云社还没有多长时间呢, 完了赶上暑假的时候, 我们这现在有一个当红的演员, 叫郭麒麟呢, 他在家呀, 那会儿他挺胖的, 天天他也不爱运动, 老打游戏, 我师父一看他这眼神, 说你这都戴上眼镜近似的, 别老玩游戏了, 不行你上德云社, 你找一个边边大的孩子, 你去演一场, 对吧, 反正在家呆着也是呆着, 然后呢, 正好那会儿在德云社里, 我这个年龄段, 跟郭麒麟比较相仿, 他是96年的, 我是94年的, 就打一电话, 突然就通知我, 晚上你来演一个吧, 根本就一点准备都没有, 因为我认为, 你比我大的师哥, 二十来岁的师哥, 还需要再磨练一年, 磨练半年呢, 根本就轮不到我上台, 所以第一次上台, 脱了郭麒麟的福, 然后呢, 非常巧合, 下来之后就是很紧张, 给自己的评价就是, 说的就是驴唇不对麻嘴, 因为第一次上台, 你头一次面对三百人, 去说自己准备好的段子, 跟你自己在底下, 研谅了一千遍一万遍, 那都是不一样的, 现场毕竟是现场, 开玩笑啊, 怎么办呢, 您专场我帮忙的吗, 不是, 打他了, 我跟金哥外, 我跟郭麒麟合作六年, 真是说在我之前, 跟郭麒麟一下海一入盘, 就干了个圆搭档, 是张九龙, 哎, 可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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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么长, 清早这么多, 亲爱的观众兄弟, 我把这个文件夹过来, 你们, 老人家, 搭档, 你们来吧 一定会出来了 不行还是你们来吧 你们来吧 你来吧 是不是 啦aster 受惧是 没有没有没有 说实在话 问题跟他一种 你别到的眼共说 上台湟区 生气 看您这挑战我生气 我敢跟您同样 啊 哈哈哈哈 合音手跟人动手是住手足的 所以我人家在这 哈哈哈哈哈哈 我能怎么说 我确实挺不高兴的嘛 咱哥儿俩有什么事呢 对 你别人跟我 你说是不好意思 咱哥儿俩就比较 咱个实话实聊 对 不动话 对 所以我得给你说清楚 咱后台的玩笑 台上不是决人 你要恨 你有恨对人 你别恨对人 你别恨对人 我不恨你 别恨对人 我是不是 言得客气啊 壮壮知道吗 哈哈哈哈 这个小贱子 哈哈哈哈 啊 我问你 别人说 你恨他不恨他 偷偷 哈哈哈哈 刚才 两个眼睛说得不错 啊 下去休息休息 对 这场奥巴尔维给您换 乐观演出 你看 今天来了这么写的 我没办 哈哈 就是 看谁来 看谁啊 看您来的 可不敢这么说 真的 捧您来的 是吗 你当真的听 到底是不是捧我来的 这个 我也不知道捧谁来的 有可能是 捧我们后台这个 底角啊 高峰 高老师 但是我觉得 大多数 都是捧您来的 您别说 大多数都是捧您来的 是吗 您不信 咱们做一个现场调查 什么调查 捧高峰来的 请伸 左手 没有 还真没有 捧您来的 请伸出 右手中指 喂 你真的 我说有吧 我说有吧 张玉雷的原搭档 叫做梁赫坤 梁赫坤在德云社说相声 是兼职 他还在电台工作 有着自己的主业 2011年前后 张玉雷倒舱结束 归来德云社 先跟刘元短暂搭档了一段时间 就和梁赫坤合作 这叫梁赫坤 啊 老是孩子 也会唱快玩 也会说相声 最大特点就是脸皮薄 不是那么 这个有两句话 当时就 你看红了吧 你看 你看 在旁边的Sumita过来 啊 这是德云社早期的土地 最早最早了 就是十几年前 当时就有他这么大一孩子 留一小便唱太平歌词 对 好像闹嗓子回家了 可是去年 前年就刚回来 啊 当云雷 这个说呀 你最厉害的 大车都是银子来的 啊 我是学的 咱俩人是谁逗人啊 你啊 我逗人跟你说那么多话 就是这篇 你怎么说的呢 你说什么呀 咱们说话 说话 他就是给他 听我们的 哎呀 给您说的像个 四门功课 说学逗胖 你说干嘛 为什么呢 这样子卖的 卡哇伊 您这说像个 知道吗 不是 您得给我搭档 你搭档没什么 你给我搭档 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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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子啊 对吧 对 这个来的老观众 您都了解 嗯 这是我们的队长夫人 夫人 夫人 这是我们队长的前妻 今天您来着了 你让大家给他说一下 哈 哈哈哈 你看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工作 什么公关 就是伺候张森雷 我知道 没有 我说您是前辈的 对 我伺候时间短 对 你伺候伺候人就从桥上跳到了 哈哈 我还是没伺候 是吧 反正我们俩在一起合作 我们很开心 今天还是同一模 2021年年底 孟和唐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照片 除了艾特老冤家师哥 卵云萍之外还特意艾特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便是画面中的这位 和孟和唐说相声的张德燕女士 张德燕很快回复孟和唐五个字 第一任搭档 这让很多人知道 原来孟和唐的第一任搭档 竟然是张德燕 不过张德燕不是外人 她是德云社创始人之一 张文顺老先生的独生女儿 要算辈分 她可是孟和唐的师姑 不仅和张德燕搭档说过相声 孟和唐还曾经被误认为是张德燕的儿子 宁云祥 大年初三的时候在天津演出 我那坐着 她过来拍我肩膀 我给你妈妈买了两支烧鸡 我给她妈妈买了两支烧鸡 我给你妈妈买了两支烧鸡 烧鸡 我当时我就愣了 我妈在东北 我说我妈交集面这么广吗 我说好了 谢谢您 我也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也没好意思问 我说谢谢您 让你妈妈过两天上天桥德燕色拿奖 我说是 没说天桥 让你妈妈上那个德燕色拿奖 我又想 我说是去那个哈尔滨德燕社吗 去哈尔滨德燕色干嘛 上天桥德燕色 我说过年了 我妈买火车票来趟北京拿奖之烧鸡 有点不太合适 你这孩子 你妈妈不长得样吗 你妈妈不长得样吗 他把我当成纽约翔了 我还是跟着聊半天 这一期的说学逗唱的哥哥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记点赞收藏和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